达到了971部 我想这是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们 和所有电影人为这骄傲的数据 你也有今天你能看看出女主角张若南已经27岁吗 她在剧中饰演成瑶可爱又清纯 张若南与陈兴旭之间也非常的有CP感 剧中成瑶与前衡的感情戏也让人很上头 你也有今天的演员颜值都非常的高 甜惜小花张若南在剧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而当观众看到剧中谈影这个角色出现 也是很惊艳 在成瑶到军衡上班之前 谈影是军衡律所唯一的女律师 她也是团宠 长得高挑漂亮 性格也非常的开朗 成瑶第一天上班 谈影就给她很多善意的提醒 军衡公司的工作氛围很不错 老板钱衡是一个工作狂 合伙人吴军却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 他们对员工的要求很高 所以大多数人都很难过前衡那一关 但是一旦通过了前衡的考验 在律所就后有很不错的发展 谈影在《你也有今天》中 就是一个插鞋打混的角色 她也是男女主角感情的神助攻 而且对调节办公室的气氛 谈影也是有一套的 看似没有什么很出彩的剧情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谈影就像自己身边的同事 工作起来很认真 八卦起来也毫不含糊 这个角色漂亮 时尚 接地气又让人很有好感 看到你也有今天中的谈影 很多观众都觉得很眼熟 饰演谈影的演员叫陈浩兰 演员陈浩兰是1996年出生 他与张若南同岁 但两个人的风格偏差还是很大的 出道已经整整七年了 而且出道这些年 陈浩兰也是一路荆棘 才渐渐地走进了观众的视野 陈浩兰是学习播音主持的 他也曾做过一段时间主持人 因为颜值比较高 陈浩兰曾参加过一档叫我和笑花 有个约会的综艺节目 陈浩兰曾经被评选为笑花 这也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 之后 陈浩兰除了做主持人 他也渐渐开始向影视剧圈发展 20岁的时候 陈浩兰主演了一部网剧叫《笑花大战外星人》 这部剧陈浩兰担任女主角 他将一个拥有多重性格的读舍笑花 演绎得很精彩 之后陈浩兰又在《真的刺客女友》中担任女主角 虽然出道就接连演女主角 不过因为这两部网剧 热度并不算高 观众对陈浩兰的关注度也不是很高 不过随着世界欠我一个初恋少主且慢行 促行者我们的《当打之年》等剧的播出 陈浩兰被更多的人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 在刚刚大结局的《很想很想你》中 也有陈浩兰的身影 剧中她饰演兜兜一角 时尚又善解人意 这个角色虽然戏份不多 但却深受观众喜欢 在网上 如果你搜索关于陈浩兰的词条 有一条非常的醒目 那就是陈浩兰是江山的亲生女儿吗 的确 因为陈浩兰与演员江山长得非常的像 尤其在《促行者》这部剧 两个人还合作了一次 两个人站在一起 因为长得太像 的确非常的像母女 但其实 陈浩兰并非是江山的女儿 影视圈有很多因为撞脸明星而红起来的 不过 陈浩兰能一步步走进观众的视野 除了长得漂亮 她的演技也是不错的 自然不做作 陈浩兰很适合那种小家碧玉类型的角色 看起来就让人觉得舒服 你也有今天中男 女主角的戏份比重比较大 作为剧中的女三号 陈浩兰虽然戏份不多 目前也没有什么感情线 但是 谈影这个角色 还是很圈好感的 也期待好续剧情 陈浩兰能有更加精彩的表演 初恋脸张若南 符合女主人设 《因为悲伤逆流程》和这部影片 张若南火了 她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 长相清纯 也被称之为国民初恋 尤其是笑容定格的一瞬间 那种心旷神医之美 无以言表 从长相上来看 张若南有轮廓非常清晰 柔和的瓜子脸 五官立体且精致 三挺三眼的比例刚刚好 这种棱角分明的五官集中在一张脸上的时候 相当有辨识度 因为这种清纯的长相 她的气质也非常突出 这对角色的塑造来说有一定的优势 加上细腻的表达 可以释放更多的张力 就像治愈系《恋人》中的苏维安 她有着甜美的外表 却有很要强的个性 面对自身的疾病 她坦然面对 同时也不关于屈从于现状 努力改变并提升自己 还有照亮你中的徐来 面对感情从一而终 每次看到自己喜欢的人时 她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 眼睛里都有光 在很多离别 哭泣的处理上 可以看到张若男的演技愈发自然 表演功底有很大提升 在《你也有今天》这部新剧中 她饰演女主承瑶 一位初出茅庐的菜鸟律师 甚至还有点怂 预告中这一幕 转场镜头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场景 也是承瑶不同时期的状态 在家里的时候 一身休闲的居家打扮 没有精致的妆容加持 少女感十足 等轻换到工作状态时 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 妆容精致 此时更显干练和专注 不得不说 张若男这种高颜直态加分了 与角色的人设有过之物不及 甜枯女孩陈浩兰 有一种高级美 曾非常火的电视剧促行者中 有一个配角令人印象深刻 那就是潘小爱 这个角色的扮演者 就是27岁的陈浩兰 剧中的潘小爱性格直率 为人坦诚 不管面对什么情况都能保持很乐观的心态 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她多次被领导为难 可就算这样 也总是一笑而过 提起陈浩兰这个名字 很多观众是不是很陌生 前不久热播的《很想很想你》中 她在剧中饰演豆豆豆饼一角 阳光 活泡 很爱笑 也是一个很大方的女孩 经过诸多角色的洗礼 她的演技有很大的进步 剧中 豆豆在完美配音工作室里 就像是一个照顾大家庭的大姐 对每个人都很关心 与同事们的相处也很融洽 她的笑容温暖了很多人 事实上 陈浩兰本身的颜值也不错 是个甜哭女孩 整体的五官有一种高级美 仔细看的话 她的骨香眉比较突出 脸部线条有棱角 但不生硬 五官部分也是丰满而立体 有着浓眉大眼 整体看上去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大气和优雅 同样 陈浩兰的气质也很突出 虽然不及张若南的初恋脸 但她更适合偏向于成熟一些的角色 像《消失的十一层》这部剧中 陈浩兰饰演的美雪也有很精彩的表达 身为一名警察 美雪对工作兢兢业业 每次出现场的都是都很仔细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 结尾部分 美雪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卓越沉入海中牺牲 她的情绪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放声大哭 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下 看起来令人心碎 很有感染力 在《新剧你也有今天》中 陈浩兰饰演的谭颖刚出场就惊艳到我了 谭颖有着精致的妆容 穿着一身职业装往那一站 颇有几分职场女强人的姿态 她和程尧是同事 也是很好的朋友 在工作上互相帮助 彼此鼓励 以及度过了很多的快乐时光 不过 谭颖也是很有心机的 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伤害别人 从她伶俐的眼神中就能看出 这个人物一点都不简单 陈浩兰在《新剧》中的转变于以往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期待她带来更好的演绎